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週三的青組、美洲國家盃上映角族 來自A組的秘魯和加拿大交手 從兩對近期的狀態來看 加拿大的攻防演出堪憂 就算個別球員擁有不俗的實力 但他們整體狀態甚差 而秘魯的整體實力偏弱 但他們擁有穩固的防守 能保持城門不失 這次滅兩對碰面,看好一場和督 秘魯在首場小組賽面對智利 前者雖然整體實力不及後者 但比賽策略非常明智 使用3-5-2的陣式 將防守重心放在中路 用密集防守來抗衡智利 秘魯在首場小組賽發揮出色的 多數是中後場球員 後衛米基亞羅組和中場派路基斯比 都在防守方面非常賣力 盡力限制智利的進攻線球員 由於秘魯的陣容組成實力不足 並未有能夠用個人能力改變戰局的球員存在 他們的真性能力較為有限 在過去三場的看賽事中 有兩場比賽無法取得入球 本場比賽面對陣容實力不足 但狀態不在最佳的加拿大 秘魯繼續奉行密集防守的策略是可預見的 但能否做出有力的反擊 需要看前場球員的做法 加拿大本次參加美洲杯的陣容不犯球星 例如阿芳素·戴維斯和莊拿芬·戴維 都在歐洲主流聯賽效力 並有一定名氣 然而在首場小組賽與阿根廷交手 加拿大顯得有些不堪一擊 在這場比賽期間 加拿大苦於防守但效果不佳 全場被阿根廷射門19次 門將克雷皮奧承受巨大的壓力 從最近的表現看 加拿大的進攻方面演出陷阱 在過去三場的看賽事 都未有取得入球 這些對手是實力非常強的對手 加拿大的進攻線球員 不能盡快找到入球的感覺 肯定會影響本屆美洲杯的成績 多謝收聽 記得按讚和分享我們的影片 吧